我第一次来这里 我们的服务总干事就介绍了 我跟我母亲的一个特殊的关系 在她怀我孕那一年 她肚子特别大那一年 她担心是双胞胎 医院都说 假如双胞胎我不跟你节省了 早期的医药很差的 她不会处理特殊的问题 所以我的母亲天天担忧 有天我们当时住在南京 住在 有人去过南京没有 南京南家庄南远 16号我就在那里出生的 我们那个家还不错 是一个砖头房子 日本打到南京来的时候 所有的房子都给它打掉 我们这栋房子留在那里 留给军官住 军官住在我们那里 不但没有打掉 还修饰得更好 从我们抗战胜利之后 回去还回到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清晰地感受到了 那个南家庄南远 16号 我母亲遇到地藏菩萨那一幕 有一天 她那个前后 我们前后院都有门的 前后院的门都是关的 突然一个老和尚到他院子里面来了 跟他 阿弥陀佛 他当时还不幸福 他也不念福 也不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反正总之也就跟他举个功 表示一点善意 那个人说 我来花园 他说我没有钱 他说我不要钱 你能不能 他还没有 当时还没有谈到这个花园的问题 他说 他先告诉我的母亲 他认识我的母亲 而且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而且知道他的丈夫叫什么名字 知道他的 我是老五 他已经生了四个小孩了 四个小孩的名字他都讲了出来 当时我们家有一个佣人 他说你天天在这里晃来晃去 当然知道我们家的小孩 大人小孩名字 你当然都知道算什么东西 他说你还是走吧 他说我们先生回来会把你赶走的 那个时候我父亲也不幸福 可是后来那个老和尚很有耐心 他就开始讲 跟我们母亲说 你的担心 我告诉你你不要担心 这个不是一个爽胞态 是一个个子比较大的小孩 比较胖 这个男孩 他生下来也不会哭 也不叫 他是平平安安的 你绝对没有事 而且讲了几月几号会出生 那个时候是 民国二十四年 我是九月出生 他是七月来 他还有两个人就要生了 果然生下来 果然我一生不肯 也不哭 不但当时不哭 四岁之后还不会讲话 那个老和尚讲了 他这个小孩 生下来很安静 没有意想到的安静 一般小孩一定会哭 这个小孩绝不哭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 我在肚子里看见的老和尚是个菩萨 吓死了 那个时候他才跟我母亲说 他说我是九华山来的 他手上拿了一个金册 汤金的一个本子 上面九华山横写 地上望菩萨直写 他看见九华山地上望菩萨 他说我是九华山来的 他说你愿意愿给我们写 像有一百斤 那个时候我母亲不幸福 我父亲也不幸福 我母亲还被人家骗过 他说一听到人家要写 就吓得个不得了 他说老和尚这样好吧 一百斤太多了 你接不接受你二十斤 那个老和尚可以的 就把它写下来了 用一张纸条写下来 周阳慧卿 奉献像有二十斤 然后他能不能点把火 他把它烧掉了 那张纸烧掉了 他说好 地上望菩萨在九华山知道了 你随时有空去 把你的名字写上 去送这个二十斤油 假如你亲自来 我亲自来接你 假如你是情人来 我会有弟子代表来接你 不久抗战发生了 他再也没时间 他从来就没时间去过九华山 所以非常的遗憾 他后来慢慢慢慢学服 回想当时的种种的言谈 举止 发现这就是地上望菩萨 他进来的时候 是穿着这个袈裟 头上戴着这个 一个那个身帽 扶珠从领子一只跨 拖到地上 两个袖子都是扶珠 都是垂地的扶珠 非常庄严 非常特殊 那个 他同意捐献之后 他就离开了 我们家的佣人送他到门口去 门打开来就让他走 不久那佣人跑回来 他说太太呀太太呀 不得了了 那个人一出门就不见了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 他说好在我爸爸 我丈夫不在家 丈夫知道我捐了20斤以后 又要骂我了 总之他就忘掉了 这件事就忘掉了 过了很久之后 他开始去服 开始皈依三宝 懂得什么叫做 阿弥陀佛 什么叫做皈依三宝 他慢慢回想起那个记忆来 他知道 他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那个就是菩萨 就是地藏菩萨化身来的 跟他 接约他 导引他去学佛的 那么我母亲 我谈这个是什么 我母亲是一个天生很快乐的人 她走到哪里都笑嘻嘻的 喜欢跟她说笑话 走到哪里 大家都高高兴庆 她认为天下没有难事 她什么事都会做 都能够处理 不能处理的事情呢 她念阿弥陀佛 请菩萨来帮她忙 所以她一生 其实很苦 可是她一生没有任何障碍 也没有任何的抱怨 这完全符合 意见所说的 无救那个观念 不要做错事 没有后悔 就是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已经天天 欢天洗地 我觉得是一个 很难得的一个例子 她是学净土中的 她对净土中 这个 终身奉献的 这个观念 她这个 对人 对动物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友善 大家还听过她 这个 大杯水的故事 她还救活过很多人 不但救活人 还救活一些狗 这个狗要天天在那里 发疯一样 要想咬人 正好她家主人 是一个中医师的 开了一个诊所 这个狗一旦咬人 谁还敢到她家来看病了 所以她不久之后 发现她的生意要中断了 她就表示 这个狗非杀掉不可 因为她生计受到问题了 我母亲知道之后 劝她 她说 你暂时不要傻 她让我来想办法 她有一天 就偷偷地到那狗的 住的窝里面去 摸住狗的头 拍拍她 拍拍她身体 她说狗啊 你不要太乱搞 你的主人养你 不容易的 你还跟她作乱吗 你还捣乱她的生机吗 她没办法过活 你就活不下去了 你要好好地听我的话 这个改变你这个习惯 不要去乱咬人 你喝一下我给你带来的大杯水 那个狗喝了 喝了之后果然安安静静 一吵不吵 那家中医师的病人又开始回来了 那个中医师就是很奇怪 问我妈你做了什么呀 她说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只请她喝了一盏大杯水 这个事情过后还不算 不久之后这个狗 我们就住在中医师的楼下 我们住在楼上 那狗上楼来 我妈妈每天早晚都念经的 她早晚都来坐在那个门口 听我妈妈念经 这她觉得非常奇妙 不可思议 那么这也是她快乐的一部分 她非常高兴 她为这种 人与人中间的交往 人与动物之间的交往 感觉非常自然 非常自如 每天没有任何理由 会造成她烦恼的 凡是烦恼 走不通一段 她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解决不到的地方 她就去念佛 求佛保佑 所以这样的一种快乐的生活 我觉得是值得推荐 值得大家重视的 每个人快乐起来 都有这个力量 每个人快乐起来 都会改变自己 甚至改变社会 就像达赖喇嘛叔叔的一样 只要你开心你快乐 世界太平 世界大同马上就出现 快乐的力量 就是如此的强大